大家好 我是B雷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萬代SHF 肌肉魔法使 瑪修班蒂德 那麼這邊是所有的配件 然後他的一個外包裝 大概的展示一下 一樣是SHF這種慣用的 扁扁的這種包裝盒 那這邊呢 代理的這個貼紙 可以稍微看一下 說明書的部分呢 改用了這種比較環保的方式 印在了他的這個 盒子側邊內側 那另外一邊也有 替換表情的一個使用說明 還有他的啞鈴 配件部分呢 首先有兩個啞鈴 他是單邊可以拆開的 然後運用了這個洞洞手 去給他插進去之後 再把啞鈴卡回去 這樣就有一個握持啞鈴的造型 手型部分呢 有一個四指並容的這種 微微的張開手 然後四指有點分開 但也是微微的這一種張開的造型 以及一個 左手 食指向下筆的一種筆式的造型手 還有一個是 左手有一個 食指 跟拇指伸出來 可以握持他的這個 魔法棒 的這個造型手 那就簡單的給他插入一下 做一個演示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造型 最後有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奶油泡芙 那這個小配件呢 基本上是小心不要把它弄丟了 替換表情呢 有一個向左方斜視 瞪人的一個表情 向下方 也是一個 瞪人的這種 冷酷的表情 再來有一個 正在吃奶油泡芙 嘴角還有 屑屑的這個 以及 一個 放空 然後嘴角有點流口水的這種表情 最後本體呢 是一個 直視正方的一個 一般的表情 還有一對握拳手 那麼首先本體呢 是採用這種比較偏向於 平光的這種塑膠材質 那他的這個大衣造型呢 這個大衣裡面都是使用軟膠的 然後手臂的這顏色感覺比較深 大衣軟膠的部分呢 會有點淡 那背部呢 也是有他的這個什麼文章 這個圖案也是有移印上去 那後面呢 垂下來的這個兜帽 是不能做活動的 是一體性的造型 然後他們這種 類似西裝褲 這種細長的這種造型呢 感覺是還不錯 跟上身的一個蓬鬆感 出現了一個反差 那腳呢 是有這個移印的 腳底是有這個移印的 印在這個地方 整體的膚色呢 其實SHF現在做的這種膚色 就跟當時 火影忍者的那種感覺都比較偏死白色 不太有那種肌膚的一種溫度感存在 所以感覺是比較死板的 那最近也是發售那個什麼地獄樂的那幾個角色 大概看了一下網路上的開箱分享都是差不多這樣的 就感覺他的膚色都會比較死白 那麼這裡來演示一下替換表情 首先他的瀏海其實是很簡單的就是向前拔開 替換表情也是向前拔開 之後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兩個卡榫 簡單的安裝回去 替換表情算是比較簡單的 不過他的這個頭髮造型 比較圓滑 所以稍微要捏住一下 比較好 給他施力取下 那再來手腕替換的那個磁握啞鈴的造型手 我們建議呢是先把這個 動動手安裝到關節上 那這個關節其實在安裝的手感是偏緊的 所以這裡很容易關節會跑掉 需要小心翼翼的慢慢的給他捏住 然後他的槽呢 也是往拇指的這個方向開的 稍微有點斜差的一個概念 我們把手安裝好之後呢 擺一個比較正的一個角度 之後把這啞鈴呢拆開來 給他兩邊的插入 這時候他的另外一側會跟 手臂的大衣這個衣擺這邊有點干涉 所以要稍微調個角度 讓他比較好一個順利的安裝進去 但是他安裝上了之後 他的一個活動的角度是比較有限的 兩邊會跟這個袖子這裡有一個干涉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可動度吧 首先呢脖子是一個簡單的這種啞鈴球關 那他的這個卡榫是比較短的 頭部的話在旋轉是沒什麼問題 不過呢側邊的話會有一點點 漏洞 那他的抬頭角度不是很大 他這種後面頭髮的造型是沒有做切割的 抬頭角度大概這樣 低頭的話連著脖子往下 是有一個可以碰到他這個臨口的一個角度 但是同樣的這邊的穿幫也會比較大一些 那頭部跟脖子側扭的話 角度算是還OK 裡面脖子是有關節 但是他整個被整個臨口包覆住 所以活動的看起來是比較像沒有在動的 大部分都是上方的這個頭 去做一個明顯的擺動而已 肩膀呢是萬代現在比較常用的這一種 有做一個包覆式的設計 那他的前後呢 前後角度這次不算特別優秀 但是是能夠包覆住他的一個關節外露的情況發生 然後肩膀的平舉呢 是有一個非常優秀的角度 這邊也是用了類轉輪的這種關節 手臂有一個二頭肌可以旋轉 然後手肘部分呢做的很像那種 近期發售的地獄熱的畫眉碗 整個造型呢是過度的還算不錯 那角度呢也相當的優秀 這邊看似沒有什麼特別的空隙會露出來 所以這個手臂做的是相當不錯的 手腕呢剛剛在替換的時候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類轉輪球的這種概念 但是他末端是球裝所以是在插把的時候偏緊 那可能要小心用一點巧勁去做一個替換 那肩膀呢是可以上下的 這裡可以做一點下拉 擺出他一個感覺比較慵懶的姿勢 腿腰腹腑腰部呢是球觀 那在這個大一造型干涉情況下 其實他 говорят後仰 彎腰 是還有滿明顯的可動 但是在左右扭的話呢可能就比較需要一點 需要更用力的去扭他 前後角度其實算不錯了 這樣看是蠻明顯有一個彎腰的角度 像後仰的話其實還是會有這個 造型 有一點流線出來可以感覺到他有一個後仰 那這個領帶部分是一條的一個軟直 所以不能做可動 他的這個領帶不能左右擺動比較可惜一點點 後仰到一定程度的話 腹部的這一塊軟膠有可能會壓到胸腔這裡 所以記得把他再塞回去 再來上半身的旋轉 其實是可以無壓力的 做旋轉 那下半身也是一樣 可以無壓力的360度旋轉 那這次萬代呢有把他的這個 斗篷大衣做一個關節 算是比較不錯的 可惜之前的 SHF武士刀沒有加上這個關節 導致把玩上其實是受限了很多 那這裡呢他連這個皮帶都做了一個額外的分件 皮帶也是可以自行扭動的 所以玩著玩著你可能要小心他的這個皮帶有沒有被你轉到其他方向了 導致看起來會怪怪的 再來跨步呢也是SHF常用的這一種 這種關節底下是比較平滑的沒有造型感的 那前踢呢是有超過一個水平的90度 可以再更上去一點點 那後踢的話呢因為他這個褲子 雖然是 做偏軟膠的 不過手感還是比較硬 所以後踢的角度是會被卡住 那側踢的話是比較輕鬆的 達到 有180的一個 劈腿 但是這邊的手感是偏緊的 所以在玩的時候呢可能要捏著 用點力氣去轉他 再來大臂的 大腿的旋轉也是 蠻緊實的 可以無壓力的做旋轉 那他也是有一點 類似球關的這種關節 所以裡面是可以稍微擺動 但是對造型的幫助不是很大 膝蓋的部分呢 這次膝蓋的造型我也覺得不錯 他的雙關節呢是有對折到這個 相當好看的一個角度 而不像某些只有卡到這樣而已 明明做了雙段 能夠貼到這樣我覺得算是 才是正常的 那腳踝部分呢他這次鞋子造型做得比較飽滿 所以在前後 活動的時候角度不是很大 那正常的旋轉是可以的 接地的話呢他的內側也沒有特別做出一個 浪位 所以接地來看的話是比較 有點 可惜的一個地方 再來腳尖是可以向上的 向下的話是打平固定的 最後大一的這個 100的部分 因為他整個連接的地方都是軟質的 所以你在活動的時候呢 有時候關節 跟他的這個 軟質的部分 會扭到有點看不清方向 還是需要注意一下你的關節走向 再去做 一個 把玩 不然有可能這裡就會壞掉了 那他其實活動的角度 跟範圍都 蠻大的 也是因為他 旁邊都是軟質的 沒有什麼瘦線 所以你很有可能會扭過頭 然後忘記他的一個 關節走向 那麼 簡單的心得減評一下 其實這款 馬修呢 算是不錯的 他的素體表現呢 感覺是 是比 SHF武士刀還來的 好玩的一些些 那畢竟他身上也沒有什麼 太多奇奇怪怪的造型 主要就是大一的造型 他有開了關節 那肩膀呢 跟胸腰 其實做的都還算不錯 然後 比較可惜 是腳踝的地方 那個可動有點差 但整體來說 他其實算是一個 還不錯 可以買來小玩一下的一個玩具 但我記得 動畫中 他也是有這種 類似騎掃把 的一種 搞怪的一個 畫面 如果能夠附上掃把 或者是附上一些 咒人的特效的話 感覺會比較有 豐富的玩點 不然現在本體看起來 其實是比較單薄的 沒有什麼 有趣的配件 最後 就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關注我以上四個社群 那麼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 拜拜